环保署办理的108年度 优良水环境巡守队 绩效考评 花莲队伍再次获得了特优的奖项 这一次由代表花莲县的 旅团商圈发展协会环保志工队 涌夺了全国特优级水环境巡守队的殊荣 近年更将水环境巡守范围 扩大到老西以及白豹西的河川流域 每天排班任养区域进行巡检的工作 以及定期的水质检测 默默付出了9363个小时的心力 请力维护游客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的负荷 由一群热爱鲤鱼团生态的商圈协会志工们 所组成的环保志工队 多年前从任养鲤鱼团实地开始 接续水环境巡守 近年更将巡守范围扩大到老西以及白豹西河川流域 每天排班在任养区域内进行巡检工作 以及定期水质检测 请力维护游客所带来的生态浩劫 以及环境复刻 理事长林明哲表示 能够获得全国108年度优良水环境巡守队特优成绩 是给所有志工最大的鼓励 我上任街理事长以后呢 我们就做水巡的工作 就是说每天有派员去巡逻鱼潭周边的水质监测 还有老西跟白豹西 这个也就是鱼潭上游的水源去看监测 那我们是真的也在每天有做排班去水巡 这个几年下来 离毯水质跟花龙重谷建议的一些事项以后 是已经有改善了很多 是这进步是在这里 花园环保局推荐我们去参加这次的评比 能拿到特优 真的我们也真的蛮意外的 但是对我们的付出也给这个肯定 对我们志工来讲大家都觉得说非常的高兴 而且非常的觉得说真的付出是有这个代价的 续续呢我们最希望 就是说希望说花龙重谷能够秉持当时他的承诺 就是说要做礼毯的污水处理 礼毯在都市计划的时候 就有两处的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厂域的设定 所以呢这个最终要能够礼毯长久下去经营 让它水质一直保有清澈 不会说有有氧化的现象 一定要做到礼毯要做污水处理厂 它才有办法彻底解决 环保制工队除了自发性办理水域巡检 以及经营支援回收站之外 更透过了成长训练课程 培训志工学习生活污水 以及有水分离潮的制作 以这支有水分离潮装设 达到源头减污的成果 为在地的商圈业者 以及游客保护好水环境品质 达到三营成效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 食物质